欢迎收看无穷超的彩妆教室 这一期我教大家画一个我平常画的比较多的日常妆吧 首先先上妆前隔离 均匀的拍在脸上即可 接下来是上气垫BB 我觉得这种气垫型的底妆产品特别适合懒人 只要轻轻拍上就好了 底妆上完就是上遮瑕啦 把脸上需要遮瑕的地方盖一遍 手指均匀的点开 底妆上完后用散粉定妆 记住在爱触游的地方多扫几遍 用眉笔顺着眉形画出一条自然的眉毛 日常我比较喜欢用哑光的大地色 先用中间色扫眼皮中央及下眼角位置 然后用后面的深色加深眼尾 用最亮的那个颜色提亮眼头 臥脸的阴影位置我习惯用眉笔来画 方便又省事 如果觉得臥脸不够亮的话 可以用专门的臥脸笔提亮臥脸的位置 为了不让睫毛夹破坏眼线 我决定在之前就把睫毛夹好 眼线一般先画内眼线 然后再画外眼线 记得画很顺的一条哦 这一次呢我为了让拍照更好看 所以我决定贴一款比较自然的假睫毛 假睫毛是可以反复利用的 只要你贴前把之前的胶水清理干净就好了 我一般是用两只手贴上去 然后用手固定位置 再用眼线笔顺一遍 把空缺的地方补上 贴完之后再刷睫毛膏 可以把正睫毛和假睫毛刷在一起 然后就是我最爱的双面形双眼皮贴 它可以让我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圆 日常妆我习惯秀一下鼻梁 秀完要用手抹自然 还有脸颊两侧 秀完之后就是上高光 它可以让你的脸看起来更立体 更有光泽感 微笑起来扫上腮红 涂唇膏之前先上一层润唇膏 可以缓解你嘴巴干的情况 最后涂上一款水红色的口红 日常妆就完成了 本来想展示涂指甲的过程 可是因为涂错了 所以这不就略过吧 好了这一期就到这 谢谢大家